民眾經過閘門 自行開車進入動物園區內 映入眼簾的是百獸與森林之王 這項活動勾起了許多人的回憶 而園芳在四十五週年慶時 再度開放讓民眾體驗 今年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可以讓遊客自己開著自己的車 那由我們的導覽員 一一的為我們遊客做介紹 那我們像猛獸區呢 有白老虎 然後還有孟加拉虎 還有獅子 然後呢可以近距離的 可以讓遊客們一來 他們的一個生活形態 在解說員的導覽中 民眾可以近距離觀看到獅子和老虎 還能了解動物的習性與生活作息 這個活動在早期有 但很久很久沒有這種東西了 早期的時候 小時候有跟爸爸一起開車進來玩 但這麼多年沒有 突然有這個活動 我覺得讓我有很多回憶產生 等於完全有一種VIP的感覺 而且今天剛好看到了獅子跟老虎 很新鮮的就是那個大門打開 然後我們的車子這樣開過去的那個感覺 就很像 很像竹羅紀公園那種感覺 對啊 然後就是 很難得會有像這樣子的經驗 園區內還有不久前滿月的犀牛寶寶 保育園在產房溫馨的佈置 為犀牛寶寶討喜慶祝滿月 讓淘汰狼母子開新歡度滿月 人間新聞台北新竹綜合報導 lain月垂岩山 罪人座 在乳酪 你